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 大家好我是洪梦凯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 我们节目从前年年初开播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真的是感受到非常多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每个礼拜有两位不同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接受半个小时的专访 而在这个专访过程当中其实孟凯常常都说 我自己是收获最多的人 因为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我们在地的人事物 持续的在为我们地方努力付出扎根奉献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也真的让我们地方之所以为这个希望的好所在 都是有大家用心的付出啦 所以我们常讲是说这些无名英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 而我们的终止我们的节目就是要把这些无名英雄 给好好的一个一个推荐出来挖掘出来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了解跟知道 好今天呢一样为您邀请到很重量级的来宾 而其中这位来宾呢他真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持续的在地方努力付出奉献 而且公众服务真的应该是说真的是博士博的啦 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 这个是淡水关怀弱势协会的常务理事 也是我们淡水中心老人会的会长 我们王沐济王会长 会长你好 王先生你好 是会长哇真的是不简单 刚才我们你的头衔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还有譬如说像淡水大淡水区的王室中心会 我们常务理事 还有像之前也担任过我们的代表 以及说最早进行 还有这个清商会的会长 也是说跟孟凯有两代的交情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先跟您请教一下 也请您跟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说 诶怎么说过去都那么的喜爱乐爱这种公众服务的事物 是怎么开启怎么开端的 哦好 啊 我过来是明国这个三十八年这个出生的 啊我们在我们家啊 兄弟祭祠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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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 我们老爸是因为世代为農啊 啊有减做一些那个中医生的这个工作 啊都在服务这个 啊我们地方的家庭头的啊 嗯嗯嗯 啊我在明国这个六十年了 啊去台北做生理 啊有 有 有 有很多朋友啊 有很多朋友啊 有很多朋友的这个介绍啊 加进 这个明国六十四年 加进这个永明山 青春会 嗯嗯 啊 啊因为这个青春会 他最高的宗旨就是信念自己服务人情 对 啊我因为受到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感应啊 啊我在这个明国啊这个六十八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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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水啊啊 就一些这个青年朋友啊 啊来 这个籌备我们淡水国际青年上会 啊 甘水国际青年上会啊 啊 甘水国际青年上会啊 啊 在明国六十九年六月二日 哦 就来成立 他是说我们甘水啊 头一个这个国际社团 啊 啊 因为 这个受到 这个青春会这个 這個服務人情是人生最崇高的工作 我為了要擴大這個服務人情的這個環圍 我在民國差不多七十六年的時候 我有參加我們這個頂面代表的選舉 那時候我是在山頂區 那邊頭一邊的時候沒有動選 因為他的名額很少只有兩個人而已 那時候好像有五六個在競選 頭一邊就沒有動選 我就在這個在立就是說 我們抱著我們這個服務人情的那種 第二次還在參加競選 第二次就順利動選 對 在這個個庭中我用了連任三次 在這個個庭中 我又有做個我們歐秘君園的秘書 我們探水經優惠主任 還有條街會主席 還有農會這個理事 在這個個庭中的這個磨練 我感覺說這個是讓我這樣可以 讓服務人情的這個通好的交代 所以說我這幾年來 尤其我去清聖火 雖然是在淡水做火庭 我也有開到這個中火 擔任後這個李鑑士 那時候 擔任北議區的這個一平中 就是主管 我們歐秘蘭最方面的這個清聖火 我們看到說 白人的這個這個 鄉庭和他什麼好 大家都有那種 所以說我現在很 很立心的這個投入就對了 無關的地方有什麼好壞的事情 我他們都會 跟我們路做這樣 是 這真的不簡單 就變成說68年開始 是不是 對 你就開始就清聖火 然後一路以來這樣子 然後代表 當然頭一次說 因為這個其實有些時候難免 因為這個要服務 尤其是這個等於是 過去也沒有這樣的一個 背景的部分 你要說 直接投入政壇 那可是之後得到了 我們民眾的支持跟肯定 所以說 但是我剛剛其實聽到說 您包括說警友會 包括後備軍人 這個都比較是 軍方官方的色彩 那個時候怎麼會說 跟這個有接觸 不是因為我本身 我們 我們本身 他也是 國民黨的動員 喔 國民黨的動員 之後 因為 那時候 你如果說後備軍人 大部分都是 有這個 動員的時候 他才有派在去想 那想一大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的後備軍人的主任是 就是蔡錦贤 蔡錦贤 就是我們現在的議員 他以前就說 你找不到那個秘書 他就說 不然就叫我 擔任這個秘書 嗯嗯嗯 所以 質疑說這個 淡水警友會主任 那個時候是我們的 啊 老鎮長 陳庚旺 嗯 他推薦我去擔任這個工作 啊 然後是調節會的時候 調節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 社會人數一部分是 理論一部分是代表 對 我那時候就 受到大家這個 這個體系說 不然你 來擔任這個主持 嗯 是 所以說 就是 真的是 人和其實相對很重要 我聽 我們這個王會長這樣說起來 其實 從一路走來 好像都是大家很肯定 並且也 願意希望說 共同推舉 讓王會長這邊 來好好的付出啦 那從2010年 當然 台北縣升格新北市之後 這個代表會也就 取消了 所以說王會長這邊呢 也現在擔任的是 我們中興老人會的會長 擔任這個 關懷弱勢協會的常務理事啊 是不是我們先幫我們說一下 老人會 中興老人會 我們好像淡水地區有 整整體的這個總會 老人會的總會 跟個理都有一個老人會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這個 我們淡水 淡水區的老人會 我們有淡水區的老人的總會 中會 連後 我們公立公立的這個 立的分會 我們大概 我們出現 目前淡水有四十多立 大概差不多有 三十五立 有成立這個老人會 其他的 因為我可以做這個老人會的這個 這個 集會 是 這個 我們這個工藝廳 他的推薦 因為我們當時 我們這個 黃金水 這個 淡水的老人會 因為他九十幾盒 身體 這樣走路 比較不方便 他就說 這個工藝廟就知道說 我 這個 投油之後 就沒有什麼 這樣說 沒有做代表 沒有什麼 沒有做 選藝廟 他說 不然你來做這個 老人會 會上 他說我比較知道 比較熱心 這個庭師傅 對我來這個 啊因為 這個 這個 老人會的工藝 政府也有在推動 對 政府 經常都有在推動 這個 營法主義 用餐 還是什麼 但是 這次是 我們在 我們自己說 你在推動的時候 是在經費 優漢 優漢 嗯 我們 白雷利 每一年都有收 把肺炎收五百塊 我們自己的 我們中興利 都沒有把肺炎收錢 嗯 啊 然後 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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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用餐 我們是 一國又辦一遍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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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場地要求也不簡單求 你如果說外國中心 要求就申請 這個是給我們也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每個月只辦一個老人用餐 一年辦這個外縣市的旅遊這樣 要看醫療政府對這一塊 老人的這一塊這個原地有什麼 新的習慣 福祉比較好 來提供 可能我們這個老人會的工廠 就可以做到更好 因為我剛才兩年而已 是 這樣會長剛剛請教 因為當然我們講說家有一老爐有一寶 那老人會其實孟凱現在也都在地方上參與 其實也都看到我們常常都是有這個共同聚餐 除了說這個可能一年一度 或者是說這個比較大的節慶有聚餐以外 其他的時間老人會除了說這個共餐 還有做什麼樣的一些活動的推廣嗎 老人會有看個離個離的那個 性質不一樣 規劃 規劃會叫老師來教那個手工藝的什麼 上課 開始學習日語 這個都在辦 我們都在辦 是 反正就是說 只要我們這些我們的士大人 這些我們的會員朋友 想要學習什麼樣的部分 那我們就盡可能的滿足大家 對對對 這真的也不簡單 那另外還有請教說我們這個關懷弱勢協會 當然我們之前節目也訪問過我們 蔡景賢議員 他也是我們關懷弱勢協會 都在那裡 真的是幫我們大旦水地區 照顧百海花 照顧很多這個弱勢的這個朋友 那您本身擔任我們這個常務理事 是不是也來分享一下是說 您這幾年觀察到 說我們關懷弱勢協會這邊 來推動的這個弱勢的一些事物 是不是真的補足很多政府部門 沒有補做到的事情 是的 淡水關懷弱勢協會 在民國九十六年 是由這個副警方議員 那時候他是那個定名代表主席 他來發起 集合我們地方人事 和一些理事長 和一些比較熱心的這個志工 大家抱著 人機幾幾人力的這個 精神 這個精神來服務 我們每年 剛才端午節中秋到這個 某月 這有三個大節後 我們每一禮拜 拜一 拜三 拜四 拜五 每一天都有一組 就是跟下鄉去 封使這個 低收的這個個案 還是獨居老人 我們去上慰問筋 然後跟物資 那不就是跟那個去 跟老大人 扭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量量這個 耳溫這個這個我們都要做 啊我們去 然後跟這個老大人開槓 開槓 哦 我們說故事不聽 不然我們就要求他 要求這個老大人 他也說故事給我們聽 那有的那個 那個也是老大人 那有的也是說我很高興 哇他就有的那個 老大人啊 他就說我年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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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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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兵的時候 他就說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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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我年輕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 抗日剿毀 這個整個工作 他的英雄事物 講話很聽 哦 哦 啊跟那個參與 還有這個歐巴桑 他說他以前說 他在判刮 他做反創 做修生 他說那時候 多少的那種粉絲啊 我都在追求他這樣 他這樣說得多發肥 我讓我們大家說 我們就來那天 大家嘻哈 快樂的一天 那樣那樣的方式 是 所以說我們這個 官和弱勢協會 並不是只是 一般的物資的給予 還有包括說 心理上的這個 輔導跟治療的功能 對對對 對啊 所以說每一禮拜 百公一二四五 都會有 一三四五 一三四五 都會有派人出去 跟這些低收入戶 老人家來關懷 對對對 這真的也是不簡單 我覺得政府部門 我們常常講是說 民間的 政府的力量有限 但民間的力量無窮 真的跟我們無窮的力量 可以來幫助我們政府 來照顧更多這些 有需要被照顧的人 我想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為您邀請到的是 我們中心老人會 淡水中心老人會會長 我們王牧吉王會長 以及他也是擔任 關懷弱勢協會的常務理事 王會長 那我再拉回來請教 你怎麼會 這麼從 專訪到現在 其實看到您這個臉上都 笑容滿面 都覺得說好像 做這個事情 這個為志工服務 為人服務 都是很快樂的事情 欸 我們說一個沒想到 這也沒賺錢 你為什麼說 投入這個好像 你很有熱誠一樣 這個秘訣在哪裡 我們除說說 助人為快樂之本 我們如果去啊 我們如果說去 各府民都去犯事 當然一定還要 做一個 這個笑容 也不可以說那種 大家來去 我們有好聽說 啊尤其 我們在這個 反事之中 因為他會賭就賣了 不是沒有賭就賣了 有的 我們那個 有的是 做得跟你說是很好 大家都要做 有的 有的無理的要求 還是什麼 太多 我們也拔出 我們的總幹事 跟我們的理事長 讓人鼓勵 就是這樣啊 因為他們是無理的要求 我告訴你如果要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無法接受 那那那那那那那人啊 他就不知道怎樣他就 欸 他說我 我要給你投訴哪裡 你投訴哪裡 這樣 無理的要求 所以也會遇到這種事情 嗯嗯嗯 那如果說 剛才有這種 你的心情要怎麼調適 蛤 你的心情要怎麼調適 啊如果剛才這關的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是 他那個 平常心來對待他 我們是 可以把它放說 我們 可以做多少 我們剛才這樣是 我們做的 應該就是這樣做做 如果 夠分的時候 我們也是做不夠了 嗯 我們是這樣這樣 這樣回答 對 嗯 那舒適啦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這真的是 志工服務人群喔 那你真的 就譬如說 有些民意代表 他可能也會接到 很多這種 選民的請託 但是 僅僅違法的事情 也不可能幫你做嘛 因為那就是 沒辦法的事情 你就叫誰來講 可能叫總統來講 可能也沒辦法 對 是 那會長 我們那再回來是說 您這個 也從事這個 公眾服務那麼多的時間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說 讓您在 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幫助到 因為我相信 您這一生中 應該都幫助到 非常多的人啦 那每一個人 應該在 你的這個 幫忙的過程當中 都是非常的感謝 也是感激啦 那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說 欸 有怎麼樣的一個 幫忙到 這個民眾 讓民眾真的 欸 解決他的 一個 藍莓之急 或是說 真的是讓他就是 有感受到 我們的這一些用心 有 我會 差不多 進行 我有遇到 那個 這個 個案 嗯 我問他說 你準備做什麼頭路 他說沒有啊 我說 我說你幾歲 他說他這五十桶 嗯 嗯 不算年輕啦 以現代人來說是年 對 他說他五十桶 我問說 你有想要接頭路 他說有啊 有啊 你什麼可以 職業 他說沒有啦 補傳的跟他什麼 我剛好 他說好 我說沒有 我給你一個補傳的 我剛好 還有朋友 在開補傳公司 啊 後來有 我跟他說 好我名字回來 靠電就給我朋友 我朋友後來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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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靠電的火 靠電的火 他就有 他就有 應徵 應徵的時侯 是 他是這樣 頭門 比較長啦 這個三口穿 比較這樣 比較複雜 啊 我那個朋友就跟他說 啊你 頭門 他怎麼 他就頭門 童 啊三口穿起來 往往的 阿明仔再來上班 他就是一種 我們可以幫他 脫離這個 這個 困境 嗯 他說有一個頭路 不然他說 他還是 都是靠這個 舊祭來的生活 真的是 我們這些 我們的感受說 啊我們 有辦法 做得夠的 我們就盡量幫忙 這個也有說做這個 餐廳啦那個 做那個理工的 我們也介紹很多 只要說你如果輕鬆 我們就能想辦法透過這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食材 我們就可以跟你們介紹 是 其實剛剛會長特別講這一段 我覺得非常的有感覺 是因為真的 你說有一句老話常講 給人家魚吃 不如給他一根釣竿 僅價公理每個月 或是說每一次都給 一般的一個民眾來救濟 倒不如真的幫他找一份 好的工作穩定的工作 讓他自力更生 那這樣子其實 第一也讓他 幫助他脫離原本的環境 第二也可以為我們社會 最多一個有用的付出跟貢獻 這真的是不簡單 這樣最好 那我們節目時間的關係 但是還是最後要跟您請教 那接下來 我們中心老人會也好 或是說我們關懷弱勢協會也好 是不是還有什麼要持續的 來推動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來跟 觀眾朋友報告說 我們還有哪一些事情是 持續都會一直努力在做 為弱勢來服務的 因為關懷弱勢協會啊 因為受到 說到這幾年來經濟不景氣 我們每年要花800多萬的預算 因為現在監管的人 我們去募款也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 我們的這個協會 可以做那個拋棺於你的這個工俗 尤其我們做這個十幾年之後 但是有的社團還是什麼 他們也開始有這個 對這個低收的這個 開始在做 開始在做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很欣慰 很欣慰這個事情 我們副理事長說 我們只能夠惡自己 不能惡我們的個案 他無關怎麼以外 比較辛苦 也就是要這個我們的服務 還是要繼續做下去 我們不會說 要說為了這個經費補助 我們保護我們的這個服務的品質 降低還是說比較壞 這是我們的那個 宗旨 對對對 這真的不簡單 這樣的精神真的是不簡單 今天再次很感謝的 我們邀請到我們淡水區中心 老人會的會長 也是我們 光和弱勢協會的常務理事 我們王木吉 王常務理事 王會長來到現場 而透過他剛剛這樣子 簡單濃縮的講 真的把過去他人生精華的 可以說40年的時間 很濃縮的很精華的 但是講出來 來讓各位觀眾朋友知道 其實我們看到 真的熱心付出 努力奉獻的人 真的連講話的時候 這個眼神中 都會散發出這個光芒跟笑容 我們期待 社會上有更多這樣子 優秀跟善良的人 持續投入我們的社會 讓我們社會更加的美好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希望好手在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再會囉 感謝 掰掰